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傻是一个重规矩的人 也是帮派老大 随身都会带把刀 不过他的帮派只有他一个人 在夜总会大傻和保安人员发生了口角 差点大打出手 幸亏黄毛及时赶到 把大傻拦了下来 随后两人来到一间房屋开始详谈 黄毛本想趁今天这个机会来安慰一下工作不顺的大傻 可没想到大傻准备切腹自己 政治中 两人把刀穿插了隔壁房间的墙 隔壁房间是一位黑社会长发哥 本来长发哥就很不爽 这下气的直接带着小弟大强拿枪冲到隔壁房间 没想到子弹没打出去 手枪就被大傻的刀给砍断了 解决了二人 黄毛和大傻在街上闲逛 不巧遇上了买了一大包卫生巾的倒霉哥 大傻不由分说 拿起木棍就和对方打了起来 可怜的倒霉哥哪里是暴力狂大傻的对手 几回合下来竟然用刀把自己误杀了 黄毛想要报警 但是被大傻拦了下来 最后二人决定抬走尸体 按照江湖上的规矩去找对方的老大谈判 而对方的老大正是长发哥 画面转到小白 小白是一名来自中国的日本警察 因为上司的排挤 所以面临失业 一天他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和黄毛相撞 小白回到家中看电视 电视中正在播放一件卫生巾杀人案的案情报道 为了能够立功 小白一个人大半夜去超市买一大包卫生巾 用这种方式来捉拿凶手 没想到弄巧成拙 小白发现了关于卫生巾的一个惊天秘密 原来那些卫生巾里都放有大量的 与此同时黄毛和大傻带着尸体找到长发哥 想要和他进行谈判 另一边警方也介入了与事件的调查 小白在路上遇到了拿着卫生巾鬼鬼祟祟的大墙 便开始了玩命追逐 同时黄毛和大傻也发现了卫生巾藏毒的秘密 他们用毒品做威胁 和长发哥约定好 第二天早上见面 另一边小白追大墙 但是不巧被其反抓 大墙误以为小白就是卫生巾杀人魔 之后黄毛自投罗王跑到了大墙家 也被大墙关了起来 如此一来 都落到了大墙的手上 小白和黄毛协力逃跑 但是最后还是被抓了回去 第二天早上长发哥和大墙在酒吧见面 但长发哥以为是大墙偷走的 所以不由分说 直接开枪打死了大墙 这时警察赶到 长发哥侥幸逃走 但又遇到大傻的围追堵截 电影的最后 大傻和长发哥在樱花树下 两人刀枪搏斗一番 在一片战乱当中 电影泄幕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